最近随助赵丽颖、林更新二搭的古装剧《鱼凤行》热播 也让两人多年前合作的古装剧《楚桥传》又再次引起热议 当年《楚桥传》结局让好多观众看傻眼 大家一直期待能有续集 想不到没等来《楚桥传2》 倒是等来《鱼凤行》 以下网评十部最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录剧 一念观山、长月静明、太义难评 最后这三部原班底不可能了 网评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录剧一 《赵丽颖》、林更新、《楚桥传》 最近赵丽颖和林更新二搭的古装剧《鱼凤行》热播 好多剧迷都在问那么《楚桥传》第二季呢 当初《楚桥传》网播量冲破500亿大关 相当热门 然而改编自小说的《楚桥传》 其实直演了一半的故事 当楚桥终于对宇文月表白心意时 宇文月重伤坠合 楚桥也掉进去 然后他体内的灵力被唤醒 接住就结局了 让大家看了都傻眼 小说后半段开始讲楚桥和宇文月甜蜜的感情 两人携手结束混乱局面 建立青海国家政权 这才是应该拍的重点啊 每次只要提到《楚桥传》 网友都忍不住想问 宇文月到底什么时候才要被捞上来 都快变和神了啦 不过《楚桥传》 要原班人马回归的几率几乎是零 赵丽颖、林更新、豆潇、李沁、邓伦 后来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演员 找这群班底在拍太难了 而观众没能等来《楚桥传》二 但等到赵丽颖和林更新二搭 宇凤行也不错了 宇凤行还藏了不少《楚桥传》的联动彩蛋呢 像是同款兔子灯 同款坠合镜头 《楚桥传》没圆满的结局 到了宇凤行很美满 网评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陆剧2》 诚意、曾顺兮、莲花楼 很多陆剧的开放式结局都说得让观众傻眼 但莲花楼结局说得很好 会让很多观众念念不忘的那种 故事讲述男主李向怡 二十岁问鼎武林盟主 明满江湖却四处结仇 后来重伤落海 决定告别过去 用李莲花的名字活住 李莲花超级惨 初恋无果 重伤多病 武功尽费 结局最后并没有正面告诉大家李莲花如何了 收尾方是偏虐 但李莲花同时也是圆满的 很多网友看完莲花楼都出不了坑 还有人说想看这部剧出续集 剧名都想好了 就叫重生之李向怡传 或者拍李向怡称霸武林的前传 应该也会很好看 网评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陆剧三 于书星 王鹤帝苍兰爵 苍兰爵是2022年的热门仙侠剧 结局也让很多网友一难评 原本无法无天 无情无爱的三界第一把东方青苍 因为小兰花而学会了爱 西兰神女守护天下苍生 而她东方青苍只想守护小兰花一人 因此东方青苍选择牺牲自己 拯救苍生 不过苍兰爵结局还是有反转了 但只没好了大约一分钟吧 就全剧中了 好多剧迷都说 想多看点东方青苍和小兰花甜甜的后续 网评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陆剧四 刘诗诗 刘雨宁 一念 观山 武侠剧一念观山的结局 但很多观众忘不了 这是一部群像剧 剧中每个角色都塑造得很饱满 人人心怀家国大义 愿意为了百姓 为了同伴而牺牲 全员必义 后半段转足了大家的眼泪 很多人看完之后 都久久无法平复心情 一念观山都全员逼一了 出续集应该有点难度 但出个前传也好啊 当初结局时 刘雨宁还发了微博标记其他演员 问大家 六道堂前传演不演 虽然一念观山应该不会出第二季 但制作《方柠檬影视》 预计推出同系列的剧集《一念江南》 是流浪的女飞贼 被贬的芝麻官等人群像故事 全新世界观 看简介感觉很精彩 网评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陆剧舞 于书欣 张灵鹤 云之雨 云之雨是2023下半年 冲出高热度的古装剧 几对CP故事线都非常有张力 然而偏开放式的结局 让不少观众看傻眼 云之雨 稀巴烂着词条 还上了微博热搜 当初大家想追云之雨 就是冲注于书欣和张灵鹤二搭 想看他们一员苍蓝觉得遗憾 却没想到这一次两人也没有好结局 而大家都很爱的夜色上前 同样不圆满 有人觉得云之雨的收尾很有余韵 脑补空间大 但也有观众非常不喜欢 认为收得突然 有种看了个寂寞的感觉 不少剧迷很想看云之雨后续 像是云维山后来的夏洛 以及夜色上前CB 想看弓上脚反过来追击 网评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陆剧6 罗云熙 白鹿长岳静明 仙侠剧长岳静明 结局很有余韵 原本身为魔胎 无情无爱又残忍的谭太静 因为黎苏苏而学会了爱 并学会了舍己未忍 谭太静最终为了苍生 而牺牲自己 500年前 叶熙悟死在了谭太静最爱她的那一年 500年后 苍九明死在了黎苏苏最爱她的那一年 因果循环 因果相续 长岳静明的结局偏虐 其实原著小说 还有谭太静和黎苏苏的后续故事 小说中 谭太静的魂魄没有消散 而是在人间转世成白子千 两人的女儿子蜜 还在人间遇到白子千呢 后来一家三口 历经了一点点小小波折 却还是在人间重逢了 不少粉丝都很想看 罗云熙和白鹿来演这些后续剧情 看不够啊 网评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陆剧7 徐凯 张荣荣 从前有做林剑山 徐凯和张荣荣主演的古装仙侠剧 从前有做林剑山 也一直被许多剧迷敲完想看续集 这部剧播出时热度很高 沙雕搞笑又高甜 徐凯演的臭转王露超级可爱 和张荣荣意外有CP感 从前有做林剑山结局 王武和王露互相亲吻 应该是幸福在一起 可是王武却永远忘记了 他曾经深爱的大师兄 之前林剑山有传出要拍第二部 但能否聚起原班人马有点难度 毕竟徐凯现代人气高涨 要聚起原主演 感觉挺难的 网评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陆剧8 杨子 邓伦 香蜜沉沉静如霜 香蜜沉沉静如霜 也一直被敲碗出第二部 其实剧版已经把小说剧情演完了 虽然有些角色背景设定 故事发展不同 但主要情节没变 结局也是紧密在人间被刺婚 旭凤去抢亲 两人重逢 结局还出现两人的儿子唐月 真身是一只白鹿 其实在小说翻外篇 两人还有一个女儿 真身是凤凰花 所以网友都希望 如果有第二部 可以演他们下一代的故事 之前网络就在传 香蜜沉沉静如霜2 会是白鹿和刘英的女儿的故事 所以就算真的拍成 也不会是杨子 邓伦 罗云熙回归了 网评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陆剧9 杨蜜 离封古剑奇谈 当初古剑奇谈的结局 也让粉丝无法接受 大家想知道秦雪有没有找到图苏 秦雪四方寻找图苏 踏遍山河 不断寻找不断回忆 最后秦雪回到桃花谷 守住满谷烂漫桃花 刻下雨子偕老的誓言 大家还是想看秦雪和图苏重逢 而且林月和福曲 感觉也还有故事可以讲 不过都这么多年了 古剑奇谈应该不可能拍续集了 而且男助理一封遭封杀 杨敏 迪丽热巴等人也都成为顶级明星 不可能在原班人马了 网评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陆剧时 肖战 王一博 陈情令 陈情令也不断被提名拍第二部 已经二刷 三刷的粉丝说 再来五百集都不嫌多 能不能再演一些 为无限和蓝忘机再次重逢的剧情呢 不过以肖战和王一博现在的咖位 加上单改剧也被禁 应该很难了啦 陈情令后续其实还有推出番外片电影 《生魂》 蒋温宁和蓝思追的故事 《乱破》 蒋念明觉和聂怀桑的故事 但两部电影斗瓣评分都不高 分别是4.9分和5.4分